日本藍武士10號前鋒 南野拓時 進去左前側攻門 德國門像諾伊爾趕忙把球拍掉 沒想到後頭另一名前鋒 彈安律 早就虎視眈眈 左腳把球順勢踢高 球應聲破網 卡納世界盃一組死亡之主 由日本對上德國 原本外界看好的德國坦克 上面有賽先12碼罰球破網取得領先 但德國球迷萬萬沒想到 下半場竟然風雨變色 劇情還在前一天 阿克林慘輸殺烏利阿拉伯雷斯 日本不但在下半場75分鐘 正平比數 83分鐘替補上陣的前鋒 前野唾磨 敦利用德國後防不注意 進入隊友後轉開球 單刀突襲長驅直入 破網搶下中央的第二分 最終日本就以2比1逆轉 日本拿下歷史性勝利 不但遠赴杜拜應援的 日本球迷嗨翻 日本國內觀看直播賽事的球迷 更是情緒沸騰感動不已 甚至賽後興奮的球迷 還棄去色谷 戰前路口 狂歡慶祝 總要路森寶依下半場神調度 根本視為是獲勝的關鍵 事實上森寶依1998年 還是球員期間 就曾在卡拉舉行的 亞洲盃資格賽影恨 無緣當年的世界盃 如今終於在就地一掃陰霾 拿下日本足球史上 重要的一場勝利 更堅定日本對目標闖進 八強的決心 這也有大大的一場 但這也不是一場勝利 這也不是一場勝利 也讓日本網友讚嘆 森寶依的神調度 也讓日本網友讚嘆 原本許多言語 他的球迷跟著網路掀起道歉潮 希望森寶依可以帶領日本籃武士 一路過關斬將 在杜拜士族寫下輝煌的一頁 三里新聞 惠仁君貿導 於哈 吃 あー 最好的 vendor monkeys 怎麼 whis nar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